行动党石根庄区州议员黄绿林遭暴徒围攻仪式继续延烧 超过百名的石根庄以及丹荣家弄八东新村的居民和盗农 今天早上聚集在石根庄区州议员服务中心前 拉横扶声援黄绿林同时抗议备华仪式 乌同党员的暴徒使用暴力以及警员袖手旁观 民主行动党石根庄支部今早发表新闻稿透露上述消息 抗议者都异口同声高举口号谴责攻击 为民请愿以及聆听盗农新生的人民代议事 直视致恶蛮及羞耻的行为 文告指出虽然今早下着雨 但是并没有阻碍这些居民和盗农 前来申援黄绿林和声讨农业与农机工业部长 拿都斯里诺奥马 并且谴责警方人员没有采取行动 阻止这项令人愤怒的暴力事件 沙百县新村协调官黄亚祥 叫后向记者指出 这种暴力行为是不应该发生在一个民主制度的马来西亚 因此涉案者应该面对法律的制裁 沙百县新村协调官黄亚祥说 他强力要求诺尔玛及警察总长 在此事给人民清楚的交代 因为疑涉案者当时是由农业部长的政治秘书 沙菲伊所带领而且又盗农指证 有关人士并非当地盗农或村民 因此他有理由相信 涉案者是冲着黄绿林而来 他说当时在现场也有几位的警察 但是当维欧事件发生时 这些警察却站在一旁袖手旁观 完全没有意识要阻止这场暴乱事件 真的是让人感到惊讶以及遗憾万分 他嘲讽说 诺马似乎要成为流氓和暴力政治文化的开山鼻祖 难道这就是日前首相拿都斯里纳吉 在巫统大会上所发表的 不惜粉身碎骨也要捍卫不成的并发症 针对黄绿林遭人围殴事件 丹荣加弄区国会议员拿都斯里诺奥玛说 黄绿林被打是对方自己找茬 想要进行非法示威行动所引起的 却诬赖在巫统身上 这是流氓的行为 也是农业与农机工业部长的诺奥玛 今早出席丹荣加弄区一个社区一个陆路交通局活动时 在这次时说 黄绿林被打不是钢榜人的错 他说黄绿林是要举行非法示威行动 却没有准证 当警方要求对方离开时 遭到对方拒绝才会发生打人事件 铺准备 为 несколько Armor 现在脱开突准备 CM 中转押 莱绿林 中以前